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3月底 在列治文一家咖啡店内 一名华裔的咖啡店员工被一对白人夫妻用热咖啡泼脸 还遭到他们用种族主义语言辱骂 时隔一个多月后 列治文皇家骑警才向检控当局建议 以行为不检的罪名起诉犯罪嫌疑人 加拿大著名华裔法律学者杨诚教授认为 从案情上看 该案可以按照加拿大刑法典的三项罪名同时起诉 包括宣扬种族仇恨 袭击和行为不检 而这次与其中最轻的罪名起诉 还希望警方与司法系统更迅速更严厉地打击 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如果能够起诉这样的犯罪 那比不起诉要好得很多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在列治文发生一些事件 辱骂华人 攻击华人这些事件 后来就没有起诉 因为各种各样原因 那么这样子就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 就是说辱骂华人是不必承担刑事责任的 那么这个错误的信号发出之后 那些潜在的种族主义犯罪分子就会更加嚣张 列治文市长马保定也到场表达对反对仇恨亚裔犯罪的支持 他表示 像反对仇恨亚裔犯罪关注组这样的社区组织 对于反对仇恨亚裔的犯罪做出贡献 承诺市政府会继续与这样的组织合作 曾代表加拿大出战两届冬奥会的华裔市议员卢先勇表示 除了需要警方加强执法 司法系统严厉惩治 社区还需要对仇恨犯罪的受害者给予更多关爱 反对仇恨亚裔犯罪关注组还将陆续在大温地区人流较多的地点征集签名 欲请司法系统更严厉地惩处身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凤凰卫视祖克勤 苏惠文 温哥华报道